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一周十大惊奇致力于尋找另类分析及观察金融市场异象。 既为读者带来据国际视野的另类参考,印证听专家讲不如看完异象。 去年底异象预言,今年金融市场或升到你不信,升浪更由圆弹后就开始,乐观时间直至4月。 虽然3月15日曾警告跌浪开始,但随着股市破位。 异象4月5日预言4月市况稳步上扬,5月美股或破顶,之后纵使中美贸战升级,港股5月6日起反复下跌,为异象从未惊坊,并预言直到7月中至8月都平安,直至7月27日转胎,预计升市到7月30日为止,到了8月31日。 异象再转胎预言处于黎明前的黑暗,9月7日更止最悲市况已过,股市直至年底都乐观,本周仍未动摇。 1.中国要救经济必须先救猪。 据市场数据显示,恒生波动率指数本周已跌至7月以来最低。 港元已逐渐企稳,可能预视着港股最坏情况已过,并重新踏入星途。 不过,前景依然要看内地经济。本周有报道引述经济学家分析,随着诸价飞升。 内地通胀在2020年初有可能标志4%,将使人民银行,即中国央行,进一步放水变得更棘手。 据中金和联讯证券经济学家称,由于母猪全栏量依然急剧萎缩,猪价上升压力仍持续加大。 故他们预计,由于之前基数较低,到今年12月或明年1月,整体通胀有可能触及4%。 上次通胀达到或超过4%已是2012年。 为当年经济增长动力充足,如今则有机会陷入滞胀危机,即通胀恐高于经济增长。 上海会议咨询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内地母猪全栏量约1900万头,远低于3400万头的五年平均水平。 中金指出,目前预测今次诸价升势何时见顶为时尚早,而高于预期的通胀水平,会阻碍近期推出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 事实上,由诸价推动的食品价格升势,已成为中央关注重点。 因其他肉类和蛋白质食品价格,也会因此而被推高,继而对家庭消费力造成伤害。 不过,若撇除食品及能源,内地核心通胀其实很低,仅1.5%左右。 与此同时,反映死物价格的生产物价指数数,PPI,持续萎缩。 正商及企业利润,并加大期还债难度。 可惜的是,人民银行难以透过减息救市,因不想令民众产生通胀预期。 因此,解决诸价从中之中。 2. 中国要救经济必须先救民企。 想民提到PPI萎缩反映企业经营艰难。 本周就有报道指,山东省一家兼付百亿规模代常债券压力的民营企业宣布, 取消原定本周的债券发行计划,在经济持续未见喜悉下。 再次反映民企困境,位于山东省宾州市的西黄集团业务领域涉及堂业, 药业、钢铁、房地产等多条产业链。 公司稍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称,因市场波动较大, 决定取消原定于本周发行至多4.5亿元人民币公司债券的计划。 根据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数据显示,公司传逐债券规模100.4亿元人民币。 其中未来一年的到期量约34.9亿元人民币。 另据公司数据,截至6月底的这款总额达212.89亿元人民币,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如额紧11亿元人民币。 较去年底近腰斩,有分析员称,西黄债务规模非常大, 严重依赖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再融资。 如果这新还够遇到困难,没有新融资渠道, 资金链就可能断裂。 实际上,投资者的担忧早已在金融市场上反映。 据彭博写数据,西黄集团下属上市公司西黄食品股价 以致年内高点跌于6成。 公司旗下债券15西黄01教票面打近7折。 日本媒体也分析,若中国想摆脱经济重重挑战, 就要让民企补救,没有民企推动经济增长, 就难以稳就业。 也会加剧社会与经济不稳定, 呼吁中国必须善用民企力量, 而非压制。 3.中国救民企再敦促地方政府清债, 面对民企经营艰难。 国务院本周已表示, 各地区和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处理拖欠民企的款项, 并确保今年内完成清理欠款的任务。 国务院指出, 进一步做好清理欠款工作是一项重要任务, 不仅关乎政府信用, 更与经济增长, 社会预期, 就业民生息息相关, 各地区, 各部门目必高度认清其极端重要性。 报道指出, 这事计7月25日后, 国务院三个月内两次提及清理拖欠民企款项的问题。 有分析指, 中央的重视反映民企面临严峻形势, 除了面对融之难, 融之贵, 也显示政府单位及国营机构欠款不还的弊病绩类多年。 报道列举例子显示, 截至7月底, 广东省政府和大型国企共拖欠中小企款项49.47亿元人民币, 下同 以常称28.54亿元, 职营欠20.93亿元, 安徽省池州市以常还2.09亿元, 还性0.82亿元, 广西藏族自治区北海市共欠9,675.16万元, 以常还6,705.32万元。 4. 中国要救经济必须先救声威。 中国面对经济艰难,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然直击浮夸。 他周一21日在内閣会议表示, 中国经济非常糟糕, 为57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年。 不过, 他没有说出为何是57年。 他又指, 中国宣布上季经济数字是20多年以来最差。 增长是6%, 但我认为实际上很可能是负数。 中国正承受关税苦果, 因为他们让人民被贬值, 向市场泵水是因不想工作流失, 但事实是正在流失职位, 并度过了糟糕的一年。 他又称, 与中国进行的谈判进展得非常好。 中国想敲定协议, 因为他们的供应链正在崩溃, 必须达成协议。 就此, 中国外交部回应指, 中国经济形势不是什么人几句话就可以改变的。 抹黑别人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在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和不稳定性上升, 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 各国应该坚持合作共赢, 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 可持续, 平衡, 包容增长做出切实的努力, 而不是相反。 5. 中国要救经济必须正视六大项。 无论内地第三季经济增速是27年或57年最低。 也已过去了, 但令人担心的是第四季恐继续放缓, 尤其下列六大警号未见起色。 制造业就业,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编制的, 采购经理指数显示, 内地制造业正扩大裁员。 自去年8月开始, DMI追踪的就业部分年月下降, 今年跌破47, 是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首次, 该指数低于50, 代表企业雇用的员工减少。 机器出口, 去年1至10月, 中国制造的电子机器几乎每个月都有双位数增长。 为去年11月开始, 出口量显著下降, 而电子机器类别产品正是美国关税重击的领域之一。 年人民币贬值也挽救不了出口下降。 铁路运输, 铁路运输一向是经济前瞻指标之一。 自2017年底开始, 内地铁路货运量逐年低减, 最后一次出现双位数增幅已在去年5月。 之后只有单位数增长, 甚至负增长, 即使中国国家铁路集团今年4月调低, 甚至取消了部分运费, 货运营未见显著回升。 发电量, 中国的电力规模是世界第一, 也是衡量工业活动的关键指标。 同样自去年下半年开始, 发电量增长明显放缓, 并创下三年最低, 汽车销售, 中国汽车市场亦是全球最大。 汽车销售占总零售额一成, 同样被视为经济前瞻指标之一。 不过, 由去年7月起, 汽车销售额萎缩, 为1990年代以来首见, 直至今年9月已连跌15个月。 此外, 中国消费者购买的手机, 家具等也在减少。 主因是收入放缓, 债务上升, 电影票房,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但2018年电影票房收入较2017年更惨, 仅增长了9%至86亿美元。 相比2017年大幅增长近13.5%。 数据显示, 今年9月票房收入跌到一年以来最低。 6. 中国要救经济必须正视香港, 除了内地自身状况。 香港也是关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本周发表报告。 下条亚太区经济增长预测, 2019年和2020年增长分别为5%和5.1%。 较4月预测分别下条了0.4和0.3个百分点。 最新的增速预测为金融海啸以来最慢。 其中, 估计香港2019年及2020年经济增长为0.3%及1.5%。 相较4月时预估大幅下条2.4及1.5个百分点。 报告续指出, 香港社会动荡可能是影响该地区的风险。 假如局势恶化, 可能对亚洲和亚洲以外的国家造成经济负面影响。 另外, 同属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南韩金。 明两年增长预测分别放缓至2%和2.2%。 皆较上次估计减少0.6个百分点。 新加坡今年及明年预料分别增长0.5%和1.5%。 也较上次估计分别下滑1.8和1.4个百分点。 与香港不相伯众, 值得注意的是, IMF强调亚太区仍然是全球增长的主要引擎。 占2019年全球增长预三分之二。 当中, 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的占比为39%。 印度占16%。 东盟占17%。 7.中国经济有没有起息, 可参考南韩数据。 若要观察中国经济形势, 可参考被视为全球经济情与表的南韩出口。 目前持续疲弱, 在10月的首20天出口案年急跌19.5%, 反映中国第四季经济未见起息。 当地经济学家认为, 南韩出口前景取缺于半导体行业。 因晶片出口占比最大。 目前行业似见底。 但何时回升则充满不确定性。 半导体出口占南韩海外总出货量约五分之一。 在10月1至20日期间, 半导体出口总值下降了28.8%。 原因是全球价格大幅回落。 另外, 其内出口石油制品减少38.4%。 船舶减少8.4%。 乘用汽车减少6.5%, 无线通讯设备值增加44.8%。 加电液增11.7%。 从出口国家和地区来看,对欧盟、日本、中国、以及美国的出口分别减少36.6%, 百分之21.3%, 百分之20%,以及百分之17.4%, 对新加坡和中东出口分别增加百分之17.7%及百分之1.5。 各地经济私甚为关注南韩出口。 因该国货品为全球进口指标,由汽车到电子产品,每样也是出口为主。 松宜令该国出口数据成为全球经济情与表。 如果数据不理想,对全球来说是警号,尤其是预示中国经济未有好转。 8. 黑不容缓,中国救经济等于救埋全球。 其实,中国经济近年占据着全球三分之一增长。 若然不济,全球真的难有好日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本周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更指出, 只要全球再爆发像十年前程度一半严重的衰退, 就足以让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 以及西班牙等全球八个主要经济体的企业, 无法以赚取到的利润来偿还债务和支付利息。 当中恐有近百分之四十不能偿还, 涉额达19万亿美元。 IMF警告,以开发和发展中国家央行所实施的刺激措施, 以产生鼓励企业大事举债的副作用, 有许多企业面临难以还债的困境, 令人担心企业持续累积债务, 将导致全球金融体系高度脆弱。 由于中国经济近年占据着全球三分之一, 一旦停顿,即全球就有机会陷入2008年金融海啸的一半严重程度。 可想而知形势危急。 9. 仿全球再爆经济灾难银行难崖。 除了IMF,全球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石·McKinsey, 也发表调查显示, 眼下全世界百分之六十银行的报酬追不上股权成本。 若再发生一次重大金融灾难, 全球恐有三分之一的大型银行变得脆弱及陷入风险。 尤其是西欧及亚洲的银行风险更大。 报告涉及发达国家家及新兴国家的1000家银行。 该机构指出, 从经济角度上看, 全球范围内多数银行可能难以存活, 因为他们的股本回报率跟不上成本上涨的步伐。 故建议银行业需赶在可能出现的经济减速前, 尽快采取行动, 例如开发技术, 外判业务, 封过合拼洗自身得到强化等。 麦肯石高级合伙人Cosicrat Goppa说, 我们认为目前正处于经济扩张周期的晚期。 银行黑下需要采取大胆行动, 因为他们的状况并不好。 在周期晚期阶段, 谁也吃不起老本。 事实上,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这十年来引发了金融服务业的一波创新浪潮。 业内出现了大批新的竞争对手, 从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到朱鱼苹果公司, 和Google等超级企业, 明显威胁到传统银行, 令许多银行心思如何应对这些后起滋售, 是与他们竞争还是合作。 亦或收购, 有些大型银行则寻求将自身重新塑造为科技公司。 原因之一就是要吸引难得的人才。 麦肯石指出, 新兴市场的竞争对手正使消费者行为不断发生变化。 银行若不改变, 便有可能轮为历史的注脚。 一声银行近来的增强效率举措大多没有什么新意。 该机构称, 银行的资讯科技预算中只有35%是用于创新, 而金融科技公司在这比例却高达70%以上。 加上入行门栏降低等监管层面因素, 形势愈来愈有利于新公司从传统银行手中, 抢走市场占有率。 10. 人生哪个阶段最不快乐, 熬过后就会。 最后分享一下开心, 面对着目前香港困局。 或许很多人没有心情回应, 又或许会想当年。 回想读书时, 不少人想做大人。 因不用考试, 轮到做大人后, 可能又会十分羡慕年轻时拥有青春。 无忧无虑。 那么, 究竟哪个年龄层的人最快乐, 哪个又最不开心呢? 富途一。 45岁左右容易情绪低落, 英国年锁戏院电影世界, 发表针对2000名受访者的调查显示, 原来觉得人生最不快乐的年龄落在45岁。 其中,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 随着年纪漸长, 找到人生乐趣的难度也跟随增加。 事实上, 过去也有许多研究显示, 中年确实是人生最感到彷徨的时候。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 ANCE过去三年的调查, 对超过30万名介乎40岁至59岁民众进行研究, 发现他们的幸福指数最低, 且最容易感到焦虑。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报告也指出, 人类在中年的心理状态多半处于伟美。 ANCE认为, 造成中年幸福指数走下波的原因, 很多与承担责任有关。 例如一方面要照顾年纪老迈的父母, 另一方面要顾及正在求学, 甚至处于反叛阶段的孩子。 这就使得中年人在追求事业和生活之间难以取得平衡, 并会经常感到挫折。 美国华尔街大行之一的美银亦曾发表报告, 发现最不快乐的年龄群组为50岁, 与上述研究结果差不多。 原因是踏入50岁后, 他们就要想着退休计划, 但儿女又未完全独立, 同时要供养父母, 在众多范畴需要兼缘下, 他们是最不开心的一群。 崖过后,会踏入最开心领域。 不过,或许上天很公平, 当难关崖过后, 50岁后期一直到80岁, 就是人生最开心的时光, 而且是愚老愉开心。 这不是吹水, 确实有科学研究发现。 人是愚老愉开心, 当中有很多原因, 其中最多人认同的事, 人愚老就愚容易满足, 自然就开心。 请不吹水,